男人偷偷将药粉倒入酒中 并答应女人喝完这杯酒后 就不再打扰她 毫无防备的女人同意了 却没注意到男人阴险的眼神 而没多久 女人就晕倒在了沙发上 而她也将因此一步步走向深渊 然而没人能料到 女人之所以会遭遇这个男人 竟都是因为她的父亲 这个男人叫杨广德 年过半百的他经营着一家小公司 却因为投资不慎 欠下了巨额债务 这天 债主汤金龙与其助理便上门催债 束手无策的杨广德 只好哀求汤金龙 再宽限自己一点时间 但汤金龙与助理一个唱白脸 一个唱黑脸 步步紧逼丝毫不肯松口 甚至想逼杨广德卖房还债 就在场面僵持不下时 汤金龙却突然瞥见了 桌上摆放着的杨广德女儿杨小梅的照片 顿时神色异样了起来 好色成性的她 很快被杨小梅勾起了兴趣 迫切地询问起杨小梅的信息 而就在此时 杨小梅恰好回到了家 见到真人后 汤金龙更是被迷得神魂颠倒 杨广德见状赶紧让女儿先进屋 可汤金龙的眼神 却频频瞥向杨小梅的方向 等她回过神来 突然一反之前步步紧逼的态度 变得客气起来 并且还答应给杨广德宽限两个星期 汤金龙显然话里有话 最终恋恋不舍地离去了 虽然得到了汤金龙的宽限 但紧迫的时间依然压得杨广德喘不过气 一筹莫展的她气急攻心 险些心脏病发作 得知事情原委后 董事的杨小梅提出先卖房还债 剩下的钱再用来租房住 这顿时让自责的杨广德感动不已 然而此时的妇女俩万万料不到 一场阴谋已经在悄然逼近 自从父亲病倒后 杨小梅便带为处理父亲公司的事宜 这天她替父亲来给汤金龙送资料 汤金龙顿时两眼放光 表现得异常热情 接文件的时候 还不忘占杨小梅的便宜 杨小梅顿时慌张了起来 汤金龙却若无其事地 对杨小梅嘘寒问暖 甚至想邀请她吃饭 面对汤金龙充满侵略性的神色 杨小梅十分警惕 借口自己已经有约后 便匆忙离去 望着杨小梅婀娥娜多姿的身影 汤金龙一时走了神 一旁的助理见状 瞬间明白了老板的意思 为了讨好汤金龙 助理便自作主张 找上了杨广德 威逼利诱起对方 声称只要将杨小梅 嫁给汤金龙 不仅能还上巨额债务 还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谁知这一切 都被躲在一旁的杨小梅听到 杨广德对汤金龙的趁人之威 显然也极为反感 因此态度强硬地拒绝了对方的要求 被搏了面子的助理瞬间变了脸色 恼羞成怒地撂下狠话后离去 杨广德坚决不肯卖女求荣 但他不知道 汤金龙可没那么容易放弃 这天杨小梅正走在路上 汤金龙直接开车拦住了他 态度恳切地想要解释什么 但经过助理那天的威逼利诱 杨小梅对汤金龙已经十分厌恶 丝毫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 无奈的汤金龙见状竟强行抱起杨小梅 将他塞进车里 并再三保证自己不会乱来 这才让激烈反抗的杨小梅安静了下来 汤金龙诚恳地表示 助理上门威逼完全是他自作主张 自己已经狠狠教训过他了 并保证日后绝对不会再上门骚扰 但杨小梅却认为对方是在惺惺作态 因此急切地想要离开 然而就在这时 汤金龙却突然向杨小梅表白 表示自己对他一见钟情 并且神色落寞地讲述了 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两段失败的婚姻 第一任妻子很漂亮 但最终却阴险他太穷 跟一个有钱人跑了 汤金龙这番声泪俱下的自白 语气恳切 话语中更透露着落寞男人的真诚和无奈 杨小梅顿时同情不已 对汤金龙颇有改观 而实际上 经过这次掏心掏肺的谈话后 杨小梅竟开始觉得眼前这个男人 浑身透露着一股 一正一邪的男子气概 心里不禁冒出许多好感 而汤金龙则继续大胆向杨小梅告白 并保证不会以债务问题逼迫妇女俩 杨小梅文言心中的好感更甚 面对汤金龙的热烈追求 很快便沦陷其中 答应做其女友 然而杨小梅万万料不到 甜蜜恋情的背后 竟是一个充满危险气息的陷阱 随着时间的推移 汤金龙与杨小梅的感情逐渐升温 但杨小梅却始终坚守着 要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留到新婚业 而这天 汤金龙感觉时机已经成熟 便拿出戒指向杨小梅求婚 对方的柔情和誓言 让杨小梅感动不已 两人很快便登记结婚 可正准备回去的时候 一个女人却突然拦住了杨小梅 劝她不要嫁给汤金龙 对方自称是汤金龙前妻 而汤金龙所说的两段失败的婚姻 真相竟是因为汤金龙的出轨和家暴 才导致两人妻子忍无可忍 决定离婚 杨小梅听后顿感难以置信 为了打消杨小梅的疑虑 汤金龙急忙狡辩 但见女人执意要坏自己好事 还是气急败坏地打了她一巴掌 却也因此暴露出了她的本性 见汤金龙还要动手 杨小梅连忙阻拦 并质问她 女人说的是不是真的 汤金龙的话 让杨小梅顿感激被发凉 马上丢下结婚证逃走了 然而此时的杨小梅还不知道 自己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直到事情原委的杨广德 是怒火中烧 坚决支持女儿与汤金龙离婚 而汤金龙此时也追到了杨家 妄图用好话哄骗杨小梅 但见识到汤金龙真面目的杨小梅 自然不会再上当了 直接了当地表示明天就去离婚 但汤金龙显然不会同意 见妇女俩不肯开门 她最终留下狠话离开了 而这天之后 杨小梅便开始躲着汤金龙 并且开始着手向法院申诉离婚 汤金龙收到法院传票后 顿时气地暴跳如雷 费尽心机才抱得美人归 结果鸭子还没煮熟 却马上要飞了 汤金龙顿感不甘心 就在这时 一肚子坏水的助理出了个主意 让满脸愁容的汤金龙 瞬间惊喜不已 此时的杨小梅万万料不到 一场危机已经悄然来袭 这晚 汤金龙以同意离婚为由 约见了杨小梅 假惺惺的表示 自己尊重对方的选择 并向杨小梅敬酒 一番伤感地分手话语 再次让杨小梅动了 恻隐之心 答应喝酒 殊不知 这一切都是汤金龙的阴谋 酒里早就被动了手脚 杨小梅喝下号 很快就被迷晕不省人事 见阴谋得逞 汤金龙不禁露出奸笑 随后就急不可耐地 将杨小梅抱上床 强行侵犯了对方 等杨小梅悠悠转醒 发现眼前的一幕后 顿时悔恨不已 她痛哭流涕 愤怒质问汤金龙离婚的事 然而得手的汤金龙 却耍起了无赖 表示两人早已领证 自己不过是在 旅行丈夫的权利 并且冷笑着 让杨小梅死了这条心 自己绝对不会答应离婚 说完便大摇大摆地离开 只留下杨小梅悲痛欲绝 失去清白的杨小梅 精神恍惚 浑浑噩噩地走在路上 好在碰到好友韩刚 才顺利回到了家中 女儿一夜未归 杨广德早已急得 像热锅上的蚂蚁 杨小梅哭着将遭遇 告诉了父亲 杨广德顿时悲怒交加 自责不已 认为如果不是自己 欠下这笔债 女儿也不会掉进 这场孽缘中 而韩刚在听完事情 原委后 也是怒不可遏 愤闷不平地表示 要报警惩治汤金龙 在韩刚和父亲的鼓励下 杨小梅最终鼓起勇气 决定拿起法律的武器 保护自己 很快 汤金龙便被依法拘留 但因为婚内强奸案 少有案例 且难以取证 因此案件进展较慢 而就在这期间 杨小梅竟频繁收到威胁电话 恐吓杨小梅如果不撤诉 就要威胁她的人身安全 杨广德猜测是 汤金龙助理所为 父女俩不堪其扰 整日处在焦虑当中 而就在这时 韩刚再次伸出援手 替妇女俩解忧 直到杨小梅接到恐吓电话后 韩刚极力鼓励妇女俩 绝不能妥协 因为越恐吓 越说明对方害怕了 只要坚持到底 肯定能告导对方 于是在接电话的时候 韩刚拿出录音笔 收集下了有力证据 在韩刚和她朋友的帮助下 杨小梅最终打赢了官司 汤金龙被判犯有强奸罪行 等待她的只有法律的严惩 故事的最后 杨家妇女走出了往日的阴霾 决定卖房还债后重新开始 而韩刚其实一直暗恋着杨小梅 经历这么多事情 她仍不离不弃 这让杨小梅感动不已 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